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进展到下一步 对 没错 好 要等多久 其实跟第一个单元蛮像的 可以让你知道时间 比较更明确的时间 刚才说第一个就是你只是朋友 但你要等多久才可以 赶快来迈进下一步 所以这个单元就是要帮大家算一下 还要等多久的时间 所以老实讲会有一个明确的 建议的实诚 大概多久 永远 永远都不可能 有这个选项吗 不会啦 不会 就是有一个时间点好不好 三个月啊 六个月 九个月一年 还要等多久才能进展到下一步 就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就是可以 让你有一些心理准备 不要觉得一直 一直操心 想说到底什么时候 才可以跟这个也有一些发展 好吗 大家同样凭直觉好不好 ABCD选一张 最近我们自己都没有在选牌 可能网友也不想看我们选牌 最近应该没有处于自拍的状态吧 就是大家应该也不care 我们 选好了吗 大家选好了吗 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过程当中 大家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去想一下好不好 ABCD 可以就是第一张跟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都各抽一张 然后一起来看 看有没有就是match到 对 给你的选择 对 除非你有很多对象啦 就是你刚才想太多人了 就是这也不是可能有点 就会有点误差 如果想多人的话 那你就想着一个人 然后抽一张 可是你就专门跳到那一个选项去看 对 哦你说 A是给这个人 小美 B是给谁 小小 是吗 可以这样子哦 对 或者是说 你就先不要去看答案 你就先想说 哦这个人要抽ABC的哪一个 然后就写下来 先写下来 哦 所以还是可以给你一些多重的选择 就是太多对象 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子 挑选 挑选的话 就一样老师还是有给你多重的选择 就是你 如果觉得这个人 蛮适合B的 就是写B好不好 然后写写写 所以最多有四个 可以让你选好不好 有这种对象的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在意 就是到底要等多久 因为你那么多选择 好不好 大家已经选好了吗 ABCD 那请老师来先 选A的网友还要等多久才可以进展到下一步呢 好 选A的话出现的是全账二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比较属于工作上的关系 好比说在职场上的就是合伙的人 或者是说上下直属关系 哦 你说同 拜公室恋情吗 对 不是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需要等多久才能到下一步 一直在叮咚叮咚 是好吃的吗 对不好意思 没事 我们这一次相信的哦 所以我们这一次哦 对不起 选A好了 然后再帮我们公布选A A-x2 划给一下 选A的网友 要等多久才可以进展到下一步呢 好 选A的话是说 在于你们好比就是 在职场上的关系 然后合伙伙伴或者是说 就是你们之间的交情 就好比是这样子 就是上对下主管的关系 家属主管的关系 或者是说合伙上面的同事啊 这样子的关系而已 所以是说在于你们之间的感情 它是说至少要等到一年以上 因为你们现在只是一个 工作上的关系而已 你说比喻吗 就有点像是只是工作 你们虽然会有互动 但也没有什么任何情感 你不要误会 没错 我这样说的太直白吗 是吧 对没错 就是你们不是有太多情感的交流 对 就只是纯粹 仅止于你们就是同事 或是上下属的关系 对 所以老师就应该是说还要再 需要再多培养的情形 你说大概要等一年 恭喜学A的网友 要等一年啊 现在也有这么有耐心的吗 就可以等到一年 这就是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哈哈哈 一年还蛮久的啦 对 现在也可能是那种比较速成的 然后观点 觉得 一个新的对象应该不用培养这么重 对 所以要再 自己在取决的时候要不要先放弃 或者是说要怎么这样决定 然后是指一年是说他一年之内都要这样子极其盈盈的就是要把他所有都做好吗 做好做满吗 还是就放给他就是也不用说这么的积极 不用这么积极没关系 所以不是说一年之内你都要一直很努力的做出一些什么动作 就是其实不用 对 就是放了一年 对 可能一年之后就会有新的结果 对 就是说 可能还是可以出去吃饭这些都一定可以 对 但是你对他的心态上面你要知道是说没有这么快 就不要想一开始就想这么多这样 所以选A的我老师应该是建议你说不要想得太着急 对 因为你才有一年的时间 对 所以你可能跟他有真的成功进展到下一步可能要为期一年的时间 可以保证是说这半年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感情上面是没有在投入 是到半年过后才开始说又开始增加其他的心情进去 慢慢的升温 对 所以还要一点时间 所以选A网要多一点耐心好不好 对 没错 不要焦急 选B呢 嗯 选B的话他出现的是圣杯期 也就是说其实选到这张牌代表选择权在自己 意思就是 你们之间的交往其实可以是一个很快速的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要提醒你越快的话 对于你们感情是越鼓励的 不能够去持久的情形 你们之间的时间的话大概是一个月暧昧 两个月就交往了 这么快 所以一个月暧昧然后 其实现在也一个月暧昧算很久了 是吗 就是好像也还好耶 因为是差不多吧 所以就大概是跟这个对象之后一个月暧昧 对 然后你说两个月内就会交往 对 所以选B的网友算是跟这个对象其实还蛮快的进展 你一记就可以有一些成活出色 所以他呈现出来是一个圣杯期 意思就是说你们之间要怎么去选择 你要跟他走得长久 那就是把速度再放慢 不要这么快让彼此多认识对方才行 是 所以选B网友是建议你可能要再慢一点 虽然你们很快就会有结果 但要再慢一点对你们这段戀情是加分的 对 没错 不然的话他会像是一个梦境一样 过面的情形 梦境过面 所以可能太快就是直接就结束了 虽然很快 但也很快就结束了 选B网友要特别要小心好不好 选C呢 选C的话出现的是宝肩水虫的逆胃牌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相处上面 各方面是不稳的 虽然对对方是有好感 但是你们现在现实层面的状态 可能是说工作家庭或者是朋友 各方面的状态是不太稳定的 所以对于彼此之间呢 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投入那么多心思到感情上 不然的话其他的东西会崩盘 对 所以还不如说 你跟他之间大概会有需要半年的时间 让彼此先去处理好对方的事情 再去好好做交往的动作 你说所以选C的网友是会有 各方彼此都会有一些杂事出现 对 就是工作或是家人的事情 对 没错 太多的外物会影响到他的注意力 对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再来 才有机会啦 才有机会来进到下一步好不好 所以也是要稍微耐住性急一下选C的网友 那选D呢 好选D的话出现的是金币随从 也就是说之前已经去付出的 已经可以去做一个收割的动作 它呈现出来是一个很快马上的时机 就是司机已经会自然会成熟 就是在近期就自然会可以收割了 哦 选D 所以选D是最快的对不对 对 没错 就是最近近期 你就可以跟这个对象有 这些下一步的发展 对 没错 所以选D的网友恭喜你好不好 你可以更新的对象 非常快哦 近期 大概就是近期是一两个礼拜嘛 差不多 一两个礼拜之内就会有新的成果 新的感情 好不好 老师最后再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选A到D 好 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到下一步呢 要多久 好 选A的话出现是选上2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现在的相处 好比是说在职场上面的关系而已 所以你跟他之间必须要花费 大概一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是说进展到下一步的阶段 这样子 不然你们之间就是没有在多感情上面的交流互动 就只是工作伙伴 对 选B的网友 对 没错 选B的话是说它呈现圣杯期 也就是说呢 你们时间的进展的话是取决在于你的手上 你们之间可以很快速也可以很慢 那如果说越快的话 越容易去做一个梦破面美梦破面的情况 所以你跟他之间速度快到是说你可以在一个月就暧昧 两个月就交往 也可以是说把速度放慢 然后跟他之间多认识彼此之后 然后再走得长久 对 建议选B的网友不要这么着急 对 没错 还是要稍微待慢一点 对 选C的话出现的是保健随从的逆位牌 也就是说在其他的部分可能工作 家庭朋友的关系上面是没有那么稳定的 你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一个很好的时机 让对方能够去感受到爱情上面的滋润 放心思在上面 所以还不如说呢 你们之间就是需要一个半年的时间才能够进展下一步 那也不要去逼迫对方 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什么的 不要好不好 对 就是让大家半年的时间 慢慢把一些杂事 或是会遗产到感情的事情 先处理到告一段落 再来谈感情 就毕竟对你们两个比较加分好不好 对 没错 好 选D的话出现的是金币水虫的正位牌 也就是说你们的时机 之前已经在做一个付出跟踪的情况了 在最近的时候就可以一个收割的情形 那是说时机自然会成熟 在近期马上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了 所以恭喜选D的网友好不好 基因跟心目中这个人已经可以哦 近期就会发展到下一步了好不好 希望今天两个主题有帮大家解惑服务到好不好 有想要赶快拖单或是进到下一步了 有些选择还是要听好不好 不要太 就是一年的那种就是可能要耐一点性质 不要太快 觉得赶快要急速成什么的 可能会达到一些反效果好不好 对 没错 工商服务时间 会不会跳太快 好 老师要有什么跟老师有些互动或是思绪老师好不好 搜寻塔罗 好生 哦 塔罗 空格自关 塔罗自关就可以了 找到老师好不好 对 没错 对 现在最近老师又 No 又再跟进了啊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骚扰他好不好 哈哈哈 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题目让大家来选啊 对 也不愿意去po 对 所以如果是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想要来问老师 也欢迎私讯老师好不好 所以今天老师好生 大家有喜欢啦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